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声响这云霄干事中 一个心为你滚藏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大人 大人 您这伤好似是被斗气所伤 伤您这人可够厉害啊 拿刀来 愣着干嘛 拿刀啊 神使大人的鲜血 果然是迷妙不凡 我已经修到了胜利的滋味 董伯薛英 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将你的骨头捏碎 对 捏碎 大人 大人 你还疼吗 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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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怎么样 好点了吗 我刚遇到魔族了 在哪儿 可不求求 反正父亲院是树林 应该在网东的方向 你们快去看看 我怕他们有新的行动 要不然 你和四波容先去看看吧 我看薛英的状况不太好 我留在这里照顾她 等她好一点我们再过去 也好 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找师父 好 好 你感觉好点了吗 感觉 斗气还是有些混乱 一定是你昨晚伤得太重了 现在要是有元氏灵液就好了 对了 优越和蒲洋波现在还在飘香古镇 不如我们先回去 那边一定有元氏买 司徒红他们 昨夜已经按照你说的方向 去寻找恶魔了 等你又元氏恢复一些 我们再一起过去 好 优越 锦丘 雪音哥哥 你们可算回来了 我可是在这儿等了 你们两个一晚上 我们昨晚遇见了魔族 多亏静秋出手相助 我现在好一些了 你们一整晚都在一起啊 昨晚雪音被魔族重伤 我再帮她疗伤 那个我没多想 我就是担心你们两个 我现在斗气还是有些混乱 需要买元氏恢复我一下 昨晚司徒红和司伯荣两个人前去 我有些不放心 我们去买了元氏 过去跟他们会合吧 好 回阳波 干吗 开饭了 不是睡就是吃 快走啦 走啦 去哪儿 老板 我需要一颗元氏 不好意思 元氏没有了 已经卖空了 你们去别家看看吧 老板 有元氏卖吗 不巧 刚刚全都卖光了 这 又卖光了 是啊 这一段时间 只要一有元氏 马上就被人买走了 元氏通常都是武器铺 常备的库存 不应该接二连三地受控 有些奇怪 这些元氏的数量加起来 远超一般恋无所需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老板 元氏什么时候被人买走的 你们来之前 刚刚被人买走 这不 驾着马车 朝东边方向走了 他们还买了什么 没有 他们每巡都来 只买元氏 而且每次来都直接全药 从不降价 你还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吗 他们都是习武之人 非常的干练 走吧 来 我去去就点 柳月 都是蜡烛 没有元氏 不对劲 普通人家怎么会买这么多蜡烛 是不是蜡烛 也是变成 我们来帮你 我来帮忙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应该的 客气 快点 快点 不需要 不需要 快点 行 全部上车 卢家宝 你了解他们 也不算是了解 之前曾与这卢家宝 保主卢怀儒 有个一面之缘 这卢家宝在举泰城 也算是富甲一方 仆人众多 每年都需要购买大量武器 我爹曾想与他们合作 可是卢怀儒拒绝了 拒绝了 你们孔家兵器方 在龙山国可是数一数二的 后来才知道 这个卢家宝 他用自己的原石 金石原材料 交给墨洋宝炼制 从来都只跟墨洋宝合作 这个卢怀儒狡诈万分 普通的宅子 没有办法满足他 储存大量武器的需求 所以啊 他就建造了 如此大的一座城堡 别看这座城堡 外观普普通通的 里面布满了机关 稍有不慎 便会丧命 而且 我们想要进去探查 他到底跟魔作 有什么关系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这卢怀儒的手底下 有很多称号级的高手 他给的心机很高 这个卢包酒 看起来和我一样 怕死嘛 不是 他找这么多高手保护他 这里面肯定有 见不得人的东西嘛 对吧 他都来了 我们必须要进去查探一番 我和雪芸先进去 优越 浦阳波 你们在外面等着 一炷香的功夫 如果我们还没有出来 你们便回去找长风院长 请他前来相助 不行 不能让你们两个单独进去冒险 要去大家一起去 我觉得我还是回去通知一下院长吧 总得有人通风报信吧 万一冲进去打起来 打得不可开交的 那人都出不来了 浦阳波你别乌鸦嘴 不是 我去去就回 很快的 相信我 快点啊 浦阳波 你这个松蛋 浦阳波说得有道理 不要怪他 如果我们四个人一起进去 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连个志愿都没有 他去找师父也是对的 相信他不会丢下我们 雪茵哥哥 你就知道体谅他 这个时候你还帮他说话 我都快被他气死了 这陆家宝一定有首位薄弱的地方 要不我们先过去 趁他们不注意 再找个突破口潜入进去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就从正门进去 什么 我有办法 宝主 所有原始都已经被气 可曾被人注意到 没有 属下万分小心 所有原始都用蜡烛和香料包装也是 若有人问起 属下也只是说 这是宝主为节庆做法事所需 好 做得好 什么人 我们是墨洋宝派来的炼金术师 奉命要借你们宝主 有事要当面禀报 腰牌呢 事发突然我未带腰牌 你只管通报便是 若你们宝主不见了 误了大事 休怪我墨洋宝没人来告知 此事十分紧急 我们快把家边的赶来 你在这儿磨磨蹭蹭的 到时候宝主怪罪下来 你可知道后果 好吧 你们稍等一下 堡主 有三名自称是来自 墨洋宝的炼金术师囚件 他们来干嘛 说是奉命囚件 有钥匙要与宝主当面禀报 要是 这送往墨洋家炼金房的金石 才多少天呀 这就派人来找 墨洋宸呀 墨洋宸 你可真够贪的 他们怕是嫌银两不够 你去把他们打发了吧 是 你也下去吧 是 宝主 我还是先去拜见神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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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不见客 三位请回吧 不行 我们收到命令 必须要见你们保守 三位 你在这儿守着 三位 哥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这会不会有魔兵 突然有这么多恶魔 一定有魔神会的缺点 这儿的恶魔太多了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快逃吧 斯家怎么可能不战而逃 忘记我们为什么来 尝封学院了 哥 要是我死了 一定要记住啊 我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斯家 小心 三位 三位留步 三位 不可乱看 三位请回吧 这么多元事 远比他们采购得多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三位 我需要见你们保主 三位请回吧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他们要闯进来 怎么是你们 来人 杀了他们 杀 杀 薛莹 你看这个图案 和我们在魔人工厂时 看到的一样 这有个山洞 这卢怀如 肯定是魔神会的人 跟魔族脱不了干系 有缘 这有机枪 为什么这些魔人 这什么险 再打破就行了 大人 最后一批原石 已经到齐 你确定都齐了 是 正在清点装箱 很快便能完成 很好 全都带回去 打通神魔井的能量源 总算是够了 有了这些原石 和精状的深渊恶魔 魔族计划的第一步 终于可以实现了 你重重有赏 能为大人效力 是我的荣幸 搜集了这么多的原石 可又被人发现 大人放心 办这件事的 都是忠诚的魔族使徒 很好 我定会向二祭司 给你请功的 多谢大人 当时是魔神传我禁术 又助我 从龙山国的牢狱中 逃脱出来 后来我修炼禁术 终于成为一名 真正的魔族使者 我这一生 将会奉献给魔神大人 自从投靠了魔神 谁也不是这种 生死不易的感觉 是他 那个回报 凭什么我们就要被藏在 这黑暗的深渊之中 这里的一切 理应属于我们 属于我们 他们谁都不会想到 威名堂堂的卢家堡 竟会是我们魔族的分堂 伟大的魔神大人 一定会让我们成为 这世上最尊贵的人 最尊贵的人 魔神的大计 终于要开始了 谁 是你 你 脑袅 敌人 脑袅 脑袅 打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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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有种 你们等我洗干了的 来 陌生大人 陌生大人 你 原来他是没心没肺的人 你们这群愚蠢的人 我就再施展一次陌生大人的尽数 让你们知道我陌生分坛的厉害 大人 你吸我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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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财 小财 那个 取代程卢家宝发现了异常行迹 卢怀柱家用蜡烛做尾锅 买走了所有的原石 我和静久选音优越跟了一路 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现在静久选音优越 已经进入卢家宝了 我跑回来向您 归报 卢家宝 卢怀柱不是个商人吗 怎么和魔祖交在一起 美机 对 卢家宝 帮助 自宣 连 玩 瓶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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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雪月他们就在 我们快进去救他们吧 救命 救命 刘月 快起来 刘月 刘月 这边 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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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啊 师傅 师傅 雪月还在里面 刘月 刘月 刘秋 刘秋 师傅 继续打 我是长风机局的对手 还是先跑原始要件 师父 请救他 师父 薛阳 薛阳 薛阳哥哥 快 薛阳哥哥 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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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阳哥哥 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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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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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我 你快跑啊 烤 薛阳 薛阳 switches 齊瑛 齊瑛 你 你沒事吧 沒事 你 你要不要往左邊一點 這樣嗎 再一點點 好 可以嗎 雪瑛哥哥 別去 優越 優越 聽我說 我不能去啊 進去很危險的 我在眼睛看見雪瑛哥死 雪瑛哥還在裡面 不要 你讓我去救他 那我也不能看見你死啊 雪瑛哥 雪瑛哥 優越 優越 放開我 雪瑛哥請求呢 雪瑛哥請求在裡面 師父 師父 好了好了 優越 師父去了啊 師父去了 沒事的 沒事的 啊 雪瑛哥 是雪瑛哥哥 雪瑛 雪瑛哥哥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死 你受傷了嗎 金秋怎麼樣 我就是他們肯定會沒事的吧 你看你都多大人了 你還哭成那樣 你剛剛不是跟我一樣緊張 金秋 趕緊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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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師父 並無大礙 讓他好好休息吧 我來吧 既然並無大礙 我們就先出去吧 嗯 這裡有我照顧金秋 你們大家就放心吧 有任何問題 馬上來找我 是 走吧 雪瑛 雪瑛 雪瑛哥哥 你也受傷了 早點回去休息吧 沒事吧 怎麼不和你你都回來了 沒事吧 你都給你了 整一下 沒事吧 又回來了 過 呀 兒子 我沒有了 沒事吧 你也不回來了 好嗎 东坡 雪莺 你什么意思啊 让我们去查看情况 你倒好 自己先回长坟学院来了 你是不是诚心想害死我们 不如 雪莺也险些出意外啊 今天卢家宝被炸 她差点就回不来了 死里逃生 你们就别埋怨她了 对不起 我们发现有人大量收购原始 于是便跟了过去 没想到 那里竟是魔族分堂 卢家宝是魔族分堂 是 开始我们也不知道 跟了过去 途中被发现 静秋遇到危险 晕了过去 我们这才赶回来的 静秋晕了过去 她 哥 她没事吧 没事 院长看了 应该没什么答案 那就好 带我明日再去看她 东坡雪莺 你别老拿于静秋当借口 也就这一次 我们以后不会再相信你了 婆容 婆容 别放在心上 二祭司 二祭司不好了 二祭司 二祭司 陆家宝分堂被毁 十万元石 也被池秋白还尽住夺走 你说什么 这 这 我血印 这他发现了毒架 你也赖了 吃青白 原石 这是魔族收集的十万元石 今日被我从卢家堡分坛恶魔的手中 抢了过来 本来打算将这恶魔一举抓获 却被他狡猾逃跑了 我从卢家堡分坛恶魔的手中 走 没想到 魔族在我龙山国收集了十万元石 我们不能再大意了 像卢家宝这样的分坛 在龙山国不知道有多少 现在的形势十分危急 好在现在元石在我们手上 魔族的计划 不会那么顺利的进行 魔族丢了元石 一定会想尽办法夺回来 不如 这元石就放在我大地神殿 我们一定会严加看管 不让魔族得逞 我水源道观的人数和实力 都略强一些 不如 放在水源道观吧 这样我也能放心一些 你们水源道观 刚刚丢了海洋戒石 你忘了 太叔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们那个守卫力量 就是信不过 不如放在云雾城吧 云雾城 手被力量偏弱 我怕难当众人 云雾城的元石禁地 机关重重 守卫森严 就算十个超凡 也未必能破 十万元石放在那儿 应该是安全的 小夕 你和春元双善合璧 没那么好对付 那就将元石放在云雾城 也不知 他现在怎样了 静秋你醒了 静秋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吗 有没有恢复一些 睡一觉感觉好多了 那就好 我看你脸色红润不少 看来真是恢复了 你是睡好了 我们几个可没怎么睡 一早上竟给你接东西了 你看我这黑眼圈 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都是大家觉得你英勇大战魔族受了伤 为了表示关心 特意给你送来的补品 还有吃的 什么关系 那明明就是别有用心哪 你看看你看看 这斯托宏送的东西 可都是上等的好货 先有雪莹舍名相救 后有斯托宏重金送药 于静秋啊 你可真行 不知道雪莹哥哥的伤怎么样 雪莹真厉害 我早就说过了 东伯雪莹啊 一定是人中龙奉 这回发威了吧 听说这次东伯雪莹 摧毁了魔族分坛啊 院长对他很是赏识呢 是吗 哥 东伯雪莹指挥我们去找恶魔 我们俩出生入死 差点就回不来了 他自己倒扯了大英雄 听什么呀 他虽然是摧毁了恶魔分坛 但我们就没功劳了吗 不行 我不服气 我得去找院长 好了 我们一个恶魔都没有抓到 有什么资格论功行赏 你看我这手上的伤 我们是 一个恶魔都没抓到 但是我们就两个人 对面有十几个恶魔 我们尽力了呀 这样 改天 表哥请你吃烧鸡 姜秋 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已经不碍事了 谢谢你给我送的补品 对了 听说你和四伯戎 被恶魔围攻了 伤得严重吗 伤得不重 不用怪在心上 这个晶石正好可以疗伤 你们拿去用吧 我就知道 静秋姑娘最好了 谢谢静秋姑娘 不像某些人 自己有晶石也不愿意给我 抱歉 那 当时要不是我和雪莺 在卢家堡遇到了状况 我们应该去支援你们的 那样 你们也不会被恶魔围攻了 这件事跟你们没有关系 不用放在心上 其实这次卢家堡之一 我的内心十分愧疚 毕竟这些恶魔 都是从南清城里放出来的 我们更加应该去 亲手消灭他们 但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 司徒红 不要这样想 毕竟这一次能摧毁魔族分坛 阻拦恶魔的计划 你们才是功不可没 要不是因为你们拖住了 卢家堡附近的恶魔 恐怕我和雪莺 也没那么容易脱身 别人可能不了解情况 但我和雪莺心里都很清楚 你们才是英雄 竟敢两个人对战一群恶魔 司徒红 你不仅优秀 而且胆识过人 你是真的厉害 不愧是长风雪莺第一 谢谢 静 静秋 那我走了 我就知道 静秋姑娘心里跟明镜似的 最关心我了 还有哥哥你 这些都是梦 不是震动 多谢 不客气 司徒红 你刚刚没事吧 刚才 谢谢你 这个金石正好可以疗伤 你们拿去用吧 哥 哥 接着 哥 怎么回事啊 你连个梨你都接不住了 哥 你不会是 不会 不会是什么 你不会是思春了吧 你 我哥思春了 我哥思春了 有 这么明显吗 灵草十钱 十钱是多少 麦冬三钱 川段两钱 五味子两钱 薑片三钱 陆墙墙 练了一天 我都累死了 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疯狂的练武 跟平时都不一样啊 明明遇到了恶魔 却没有把他们抓住 说明我们的修炼还有所欠缺 应当更加努力才是 你呀 就是太强求自己了 好香啊 哥 我都快饿死了 我们去看看 有没有给我们留什么吃的 走 走 炖得好香的灵草汤 快给我来一碗 一边去 优越姑娘 你长得真漂亮 那心肠一定也好 你就给我盛一点呗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要不这样 你出个价 多少钱 多少钱我都买 四伯荣 你是不是打恶魔的时候 也这么猖狂 四伯荣 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别的吃的 优越姑娘 你用的炉火 用完之后 我可以用一下吗 让一下 给 这怎么吃啊 凉水泡烧饼 泡软了就可以吃了 来 四伯荣 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 就动别人的东西 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 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你 优越姑娘虽然没有答应 但她也没有拒绝啊 我看你的脸啊 是真的能当饭吃 算了 我就出去找点吃的 你等着我啊 然后 如果进去的人是我 我发现那是魔族分担 也会跟恶魔拼到底 成为大家敬佩的英雄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才不会被任何人看不起 雪莺 这次你不会比我的运气好一点 下一次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 属下该死 死要是有用的话 你们早死了几百次了 大魔神的计划已经开始 如果耽误了攻打神魔警 你就算是死一千次一万次 永世死在恶魔深渊都不够 再给我一次机会 若不能完成任务 我愿介绍一切处置 计划临近 分坛被毁 你们筹谋多年的原石也飞上了天 短时间内要想再弄到这么多原石 几乎不可能 那大祭司觉得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办法是有 不过 倒是有些冒险 大祭司不妨直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城里 旧城里 成年世界长望 光将月光点亮 烛光不言锋芒 贪人间不忘 贪人间不忘 俗世偏爱称职无强 且心从容 盼苦人无恙 静一种高默你的目光 无限续律拂袖落满霜 风过初山和暗康 愿与君自行 通往 望将情光 藏青时光 不予相忘 天涯也无妨 俗人偏爱 贪婚 憨常 渐行渐远 悲羞天是寒 叫听慌小离 静一种描摹 你的目光 目血几率腐朽落满霜 风过初山和暗康 愿与君自行 通往 作曲 李宗盛